最近看著拍攝新劇隱形戰隊的唐詩詠 這天難得穿漂亮的現身活動 她也特別開心 新劇是一部時裝警匪作品 自然有不少動作打鬥場面 所以詩詠的新手都進步了不少 其實男生的打氣 即是山蔥、馬明那些都比較多 但我昨天和Moon就拍了一場瑜伽 但最後還是變成MMA 所以我們這部劇 無論是藏氣、瑜伽氣 都是打氣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的大打都未開始 現在開始進入這個倒數的階段 就開始來了 他們很辛苦 因為我們還可以休息一下 男生每一天都打 但你之前拍攝這麼多劇 你的新手是否越來越民節 我覺得比上一部有進步 這個都自己花了一些時間去找 我看了很多影片 去學習如何去做一些反應 做演員經常要挑戰不同的角色 的確一點都不容易 好像拍古裝劇 要穿厚重的古裝器服之外 有時還要戴假髮頭套 弄得不少演員都會面臨脫髮危機 事詠都不例外 其實我想是自己會覺得脫髮了多少 因為每天洗澡時會清潔浴缸 我很多時候都會拿了一堆頭髮 是很害怕的 是很害怕的 但有人都說每天脫髮是很正常的 但有一天一個發言師跟我說 你為何你的髮線好像退後了一格 一格很多 很多 我覺得沒理由 因為我已經停了古裝 我已經只是拍時裝 我問為何我都會脫髮呢 發生了很多問題 例如飲食 然後最大的就是工作壓力 即是開工太密 其實那個壓力自己不覺得 我以為我沒有或者不是很多 但其實累積在身體裡面 就在頭髮上反映 但因為女生不可以沒有頭髮 和男生 對 男生即是我歌都還可以光頭 都可以很有型 但女生是不可以 你想想你有甚麼頭髮是可以沒有頭髮 沒有可能 真的不對 那就要找方法 那最後是怎樣可以解決 你有沒有試過很多坊間 吃濕盆架 我覺得濕盆架 我本身覺得最簡單就夠了 洗頭水 因為天天用 以前有時候都會覺得 為何要洗越黏 即是不對 要找一個對 也要找一個精華素 除了努力保養外貌之外 詠儀和關心妍身為歌手 當然要用心保持美麗的聲音 我長期一個小小的會 有溫度的鹽水 吃完飯又浪 唱歌之前又浪 或者晚上回到家 我就會蒸油吸蒸氣 來互聲 舒緩 好像保濕臉 保濕的聲音大 是 很厲害 很厲害 你遲些也要出歌 也要演唱會準備 那要不要去互聲 互聲 因為慈善基金 所以我一天說很多東西 所以我尊重於明白 一些老師要用咪去教學 因為我一天教九堂的時候 我發覺真的要用咪 所以我都好像這樣 我都要去用一些蒸氣 但我比較便宜的版本是甚麼 你拿一碗熱水 你要小心不要辣 然後灑一些你喜歡的花茶 例如我們會用一些 香蕃蕃或蘑菇 然後吸毛巾 然後吸蒸氣 真的有用的 有 那是甚麼 你可以吸蒸氣 還可以幫你抗皺 然後再敷個面膜 那些面膜就吸收 因為蒸氣是毛孔都開了 再塗精華